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Viu的玩具教室 恩師,我們第七集的節目 那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 7-11 City Cafe 就是喝咖啡幾點送的這個 義大利杜卡迪的這個1-24的經典重型機車模型組合 好,那這個盒子各位看到非常的爛 OK,非常的爛 OK,這個是因為我今天很激動的把它拆開 當然之前我跟各位提過說我是一個神秘密合控 OK,超級神秘密的何況 那,為什麼把它拆成這樣? 主要是因為這個盒子我不留了 所以就暴力的撕法把它撕開 好,那我們就做個展示 順便紀念一下吧 反正之後就丟掉了 好,正面的話這個 這個杜卡迪的這個重型機車 這個圖片真的很好看,非常好看 至少我個人覺得很讚啦 好,這邊有寫義大利杜卡迪的一個標誌 那,杜卡迪,然後1-24 這個剛剛說過了 然後,這邊的話大概就這樣 1-25 OK,所以就是 一盒裡面只有一個 這是廢話 好,上面的話 Ducati就是非常 都簡約封吧 上面這個設計的話 那,這邊的話呢 就整個被我拆到爛掉了 OK,那試用的已經是8歲以上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尖銳的邊緣或什麼啦 小零件 小零件其實不太會脫落啦 我覺得 那,目前是沒有噴零件的狀況 那,就可能 它的設定是希望8歲以上的小零件再拔完啦 不然它會 小零件掉了或怎麼樣 然後被小零件吃掉 不然就是 小零件割到手或眼睛 眼睛其實不太可能啦 除非 所以這位小朋友 笨到把這個摩托尖銳的地方 去刺激眼睛 那我就無言了 下面的話就是這樣 非賣品 所以它是只能用兌換的 沒辦法 做一個 不能在網路上那邊拍賣了喔 好,這邊的話呢 安全玩具 OK 那 對焦一下 OK 隨手做環保 請記得把 外包裝丟入紙類回收桶中喔 OK 這個我會做到的 等一下就拿去丟掉 它是可回收的喔 叫你丟紙類就對了 好 再對焦一下 OK 呃 不好意思 好 後面的話呢 這 後面就是一個 它的其他款式的一個展示喔 那共八款 快來收集吧 沒有八 快來收集 經常好好吧 經常好看成八了 那總共有五三 所以有八款 那 有分經典款跟復古款 那我目前換了三個 那為什麼換三個 我基本上應該 我本來是只有要換一個 可是後面兩個為什麼會得到 就是因為我爸 剛好也很喜歡重機 那 所以他就 我跟他的唯一的目標就是這個三套 這個黑色 可是他死都不讓我們換到 OK 所以 我們就換到其他三款 很幸運就換到不同的啦 其實都還不錯看 那 就是這樣吧 後面兩款就是我爸希望 換到這個 他的夢想吧 或怎麼樣 OK 那所以就算我賺到了吧 就多拿到兩個 不然我本來是換一個就夠了 好這邊有一個Ducati的一個標誌 那 今年款嘛 五款 那各位就自己稍微看一下 下面的話 附五款也是 不是也是 是三款 OK 有三款 那稍微對焦一下 各位看一下 大概 自己看就行了吧 這個也不用我特別介紹 其實其實是因為我不太會介紹 這種東西 所以這集大概就做個整個事情 其實就OK了 好 賀子部分大概就這樣了 那等一下就要拿去回收了 好 那我換到三款 那我們就依照順序 給各位做個展示好了 首先第一個我換到的是 它的包裝非常特別喔 我確定一下 這是不是第一個 OK 這是第一個 好 首先先講一下 它這次的一個包裝 非常的特別 就是這樣 跟之前的 其他的模型車都不太一樣 同樣是CT咖啡換的都不太一樣 它包裝是還挺特別的 這個包裝我會留下來 至少會留一個吧 那 因為很特別啦 就是還挺新奇的 它的包裝是這樣打開的 我們現在就來揭曉第一個吧 這是我收到的第一款 那 我是有點小失望 因為 其實它造型很好看 可是 配色上令我不太舒服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揭曉吧 3 2 1 OK 就是個不太舒服的黃色 好 黃色 就 就是黃色 那裡面的話呢 有一張說明書 那 每一款都有附帶這個 那我們可能就展示這款就行了 因為其 其他兩款的話就是 上面放的摩托車不一樣而已 那 就不特別做一個展示 只展示這款 那都長差不多啦 就是一些 介紹啦 什麼的 蠻小一張的 它是可以酸開 這個底座有一個 螺絲可以酸開 那我可能不會酸開 因為 在這邊啦 各位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 去換一支 然後來 酸開看看吧 好 那 可能這次就不會做一個 酸開的展示了 因為我房間沒有螺絲起子 所以就乾脆就算了吧 那背後就是一個白紙了 這個 你可以當低酸紙 或什麼 怎麼樣 這個就自行處理吧 請變 OK 好 就是這樣 你請 不是請你隨便 隨地大便 OK 好 那這是我們第一款 先做一個展示 OK 就卡蒂 然後編號是 998S 那它是2002年的產品 那全身都是黃色 這個就是 我不太喜歡黃色 所以 就 呵呵 就是有點失望 這樣子 OK 不過造型上的話還不錯啦 那是沒有說很帥 可是 就是 就是台重機 OK 是帥啦 可是 跟其他我換了兩款比起來 是 有 稍稍的弱一點 OK 好 那底座的話兩邊都有 這樣一樣的一個字樣 然後 大概這樣 輪胎的話可以轉 這個輪框的一個塗裝 是真的很漂亮 OK 非常漂亮 這個地方 一些 細節的刻畫也都做到位 非常好看 排氣管也是有銀色的塗裝 後面這個車牌是沒有 沒有 沒有寫車牌啦 好 但應該也不會寫車牌吧 那這個地方也是有紅色的塗裝 這一系列的話呢 至少我目前收到了三款 這個 塗裝方面都非常漂亮 摸起來非常滑順 很舒服 看上去就很光滑 這個真的很像 真實的那種烤漆的感覺 塗得很漂亮 整個的話 感覺是以塗裝取勝吧 我覺得 非常精美啦 那跟其他的City Cafe一樣的 一樣的 用City Cafe換取的 模型車來講 我覺得這次是 我看過最精美的 一個系列吧 那之後會不會有更好的這個 我們也不知道 我不是7-11的電源喔 OK 好 我沒有辦法預知 我也不是算命師 好 那 這個地方的話都是透明件 車頭燈啦 這邊 這個 這個叫什麼 就是 玻璃的這一塊 也是透明件 那這邊的話 側邊這個小燈的話 是一個 橘色的塗裝 或許各位看起來像紅色吧 不曉得 那 這邊的話 這個 握把的地方 它是一個軟膠 其實不能說軟膠 比較 不那麼堅固的塑膠 OK 那魔上去的話 是這個還挺冰冷的 我覺得 好 還是說我失溫了 沒有啦 好開玩笑了 那上面的話 這邊有寫Ducati Ducati 這個 這個 各位稍微近看一下 對焦 OK Ducati 好 那 大概就是這樣吧 那不曉得各位 覺得今天 畫質比較清晰 沒有錯 今天的話呢 我換成了手機來錄影片 好 那為什麼突然換手機 我其實以前就有希望 用手機錄影片 可是用手機錄影片 其實會比較麻煩 那之前一直想錄 可是沒有辦法架 因為 之前我有一次錄 電影第一集的 Cliff Jumper的時候 有用手機 可是那時候是拿 下面那塊 那個 他手機殼來架 所以他會不時 就一直倒下來 會比較麻煩 OK 那這次的話 因為剛好生日 那我媽就送我一個禮物 算是一個驚奇吧 因為我很想要有一個 手機的腳架架 沒想到我媽就幫我買一個啦 OK 但是比較小的啦 那我為什麼可以架那麼高 主要是因為 我把小的那個 腳下的頭拔掉 然後裝到 剛好可以裝到 我現在 之前用的那個 單眼的那個腳架上 就剛剛好 就可以這樣督進去 非常 爽快 啊不是啊 就是剛剛好 可以這樣放進去吧 就 很幸運的 就可以這樣 這樣子使用吧 但腳架的話 可能配色就不太搭了 不過沒關係 能用就好了吧 拍出來的影片 能好看就行了吧 那 主要用手機的原因 是因為 我之前那個相機的話 只能 畫質是720p吧 那 現在用手機的話 就可以調整到 1080p OK 可是各位 如果在點我影片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 就是 嗯 稍微移一下 就是點進去有可能會 有點霧 可能會 變成360p 或怎麼樣 這個或是420p 或怎麼樣 這個就 你點旁邊的小齒輪 點進去之後 調整到最高 畫質其實就可以看到 嗯 畫質很高的影片了 當然 當然 你如果為了省時間看影片 當然 就可以調到最低 144也行 噢 其實144就整個霧掉了 就感覺像是你 三四百度 近視 然後沒帶眼鏡的那種感覺吧 那 就是跟各位講一下 可以點 就是點小齒輪 然後用最高 現在各位應該也都知道吧 那 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吧 但如果你省時間 你可以調到大概 360 左右 其實它就會跑比較快 因為畫質比較高 它就會跑比較慢 好 大概就這樣跟各位講說 欸 那我們現在可能就會 換成 就是畫質會提高變 1080了 之後應該會使用手機吧 或許吧 應該是這樣子吧 OK 好 那大概就讓這個 各位做個展示就行了 因為我也不太會介紹重機 我不是那種 專業人士啊 OK 好 那我們 來看一下第二款 我先檢查一下哪一個是第二款 不是第二款 換到第二個 OK 好 拿包裝一樣 我們就321介紹吧 321 321 OK 非常鮮豔的紅色 這款的話呢 說明說我們就不看了 這款的話呢 是 編號是 1 稍微對焦一下 129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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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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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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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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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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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1 1 2 1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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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用手記錄的話可能就是有一點要跟各位講 就是會不時的我的手會一直往後 就是可能會不時就一直變成一隻手出來 就是因為我要一直點讓它對焦 所以就是就這樣跟各位先講啦 說聲不好意思喔 好那大概就這樣這個排氣管非常帥喔 這個真的是 哇這個我個人喜歡啦 以我審美觀來講的話我是最喜歡這款 就最怕這種重機 才有重機的那種感覺嘛 OK這個地方是透明件 那這個地方一樣是比較脆弱的塑膠 都算軟膠 這邊的話烤戲一樣都上得很漂亮 那這個的話 這款這個Monster1200S的話 它暴露出來的機械部件就更多了 之前這款最初的這款是 應該是我換到最初的這款啦 它是包覆起來的 那這個的話就露出比較多一點 那現在的話就幾乎快曝光啦 沒有啦 好就是露出來不一定更多 這樣的話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OK 欸 好 就是細節刻畫都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塗裝又更好看了 不是更好看啦 就是因為它需要塗的地方很多 所以就真的非常好看 露出來的一些引擎啦 什麼排氣管有沒有的 就會讓我更喜歡囉 比起其他兩款的話 OK 就是因為它漏比較多 啊不是啦 好 那大概就這樣 欸那這邊的話有個排氣管 這個排氣管 周一邊有很漂亮 這個 稍微 各位看一下 欸 拉大一點 欸這好像沒辦法對焦 我現在其實還在測試當中 那我們就可能鏡頭拉回來 然後 拿機捏 各位看吧 好 就是這麼的漂亮 可是可惜它沒有噴火 沒有啦 噴火其實有點奇怪 因為火的話也不知道用什麼做吧 可能用透明塑膠鍵做 可是其實也是 有點怪吧 因為如果人家車子停在這邊 你給它放腳架下來這樣展示的話 會不會就會 欸拍到火 但如果你要拍鏡台照片就會有點奇怪 好 就是 起火的重機 沒有啦 好 不是起火 不是起火 是起火 好 不是起火是起火 好 大概就這樣 那今天節目的話可能就比較 比較 簡陋一點吧 就是 比較 嗯 沒有說很專業 其實我本來錄影片都沒有很專業 就是個小 小屁孩錄影片嘛 好 那不要 標準不要太高 因為我也沒有用什麼後製什麼的 OK 因為打字幕啦 就是用後製其實會比較累 我時間其實沒有那麼多 雖然現在還國一 功課的話 其實 沒有像國日國三那麼多 可是呢 因為音樂班的關係 所以其實 欸 事情倒是還挺多的 那後製的話 可能就 不太會用吧 那之後 以後會不會用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我電腦其實沒有說特別的好 OK 那如果要打字幕 可能會請朋友一起來打吧 OK 男同學可能不會幫忙 女同學或許會幫忙吧 好 那大概就這樣 那今天的影片主要就是給各位展示一下 我換了三款玩具喔 不是玩具啦 模型車啦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好介紹 就是展示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次的話 有做的多精美喔 好 那大概就這樣 那今天節目呢 就換各位禁止我們結束 那下次來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